大写瓜五的一 菩萨道中 为什么要说声闻的三七道品 理由何在 位约有人问 三七道品应该是声闻必知佛道 菩萨应该修六波罗蜜才对 为什么在菩萨道当中 来说声闻法 这是外人提出的质疑 论主回答 菩萨要辩学一切 酒地学而不取证 佛地亦学亦证 菩萨在修学的阶位 也从实地来谈 实地的内容 我们请看角度第三 菩萨摩萨住在实地当中 以方便利库行六波罗蜜 行六波罗蜜 这个是在十一卷到第十八卷 已经说过了 但是底下还是要以方便利来行四念处 就是我们十九卷这里所说的 菩萨摩萨他从修行的阶位 他一样要来修四念处 上其他品等等 乃至到佛的十八不共法 那修行的阶位 一共有十个阶位 前面九个阶位他要超越他 第一个阶位叫做甘慧帝 第二叫姓帝 第三阿仁帝 第四见地 第五博地 第六离遇地 第七以作地 第八意志佛地 第九菩萨地 菩萨修行要超越这九地 而最后要住于佛地 他的目标是要成佛 所以导师的笔记这里 说九地 前面这九地是学 但是不取证 就是说不要得到乙作地 我证到这里 我就不再继续往下修 不会这样 他的目标是到佛地 所以佛地亦学亦证 最后要证得无上证得证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菩萨摩萨应该学一切善法 一切道 学生文道 必知佛道 学佛道 主佛告序不提 菩萨摩萨行波尔波罗密 他要辩学一切善法一切道 所以这十地 从甘惠地乃至佛地 这九地 前面的九地要学 但是不要得少为主 不取证 最后的目标是佛地 佛地亦学亦证 第二个理由 说上七道品 并不是单纯小圣法 大圣也说它是摩合眼 摩合眼就是大圣的意思 复制 论主他说 什么地方说上七道品 只是二圣法 而不是菩萨道呢 举菩萨经摩合眼品来说 佛说 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 这就是三七道品 四摩合眼 菩萨经有这样的文具 就是说 这三七道品 其实是大圣 但这个大圣 他有个前提 我们看角株第五 大圣卷二十四 后面会提到 三十七道品 并不只是生文法 如果三十七道品 这些法当中 能够跟不舍众生 这样一个慈悲心相合 相合合的话 具足一切佛法 想要尚求佛的无上功德 要圆满具足佛一切功德 以不可得空的智慧 跟这些相应的话 那就是菩萨法 所以三七道品 是指这修法的 四念处乃至正宁 这些法的内涵 但是用什么样的发心 来修就不一样了 生文它是为了赶快得解多 那就是生文得三七道品 如果菩萨以上求佛道 以大悲心 以空性的智慧相合合 以三心相应来修三十七道品 那么这三十七道品 就变成是大圣法 三藏中 三藏这里就讲 生文的经历论 它也没有讲三十七道品 单独是小圣法 第三个理由 佛以大慈固 说三十七道品 涅槃道 随众生愿 随众生因缘 各得其道 佛开示三十七道品 可以得涅槃 想要求得生文的人 他就得生文道 而众 必知佛 善根的人 他就得独厥 想要上求佛道了 那就得佛道 所以同样是三七道品 众生的根性不同 本愿也不同 随本愿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根 有利有顿 菩萨是利根 那比较相对之下 生文就比较顿 再来 有大卑或者无大卑 因为有这本愿 诸根利顿 还有大卑 有无大卑 那上其他品 本来一个就变成 变成三种不同的 声文的三七道品 读觉的三七道品 还有大僧的三七道品 譬如龙王降雨 龙王降雨 浮雨天下 雨是没有差别 但是大树大草 跟大雇多寿 他吸收的雨水比较多 小树小草跟小雇少寿 是否有点 何辞用 这一样的 确实与水比较多